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UTA TV OK 那麼今天我們要拍什麼呢 今天我們要 我們今天要開箱一個 法國的小眾的手製的 的一個 的一個手勢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開箱的這個 法國的小眾手勢 OK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看 OK 首先要開的是這個 這個是一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這家有一個盒子 然後寫的是 Nash 這次介紹這個品牌的名字叫做 Nash 是法國的一個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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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眾的一個手勢 但是它的手勢是非常非常有設計感 就是在這邊人氣也蠻高的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在國內就不太有名 日本還有很多品牌就是copy它的ID 東西呢是全陶瓷製作的 就是手工的 然後我們先來開一下 這個是 到處裡 這個 哇 可愛不可愛 這個 好可愛喔 這裡還有一張Nash的卡片 這個超可愛的 這個狗狗 大家看一下 哇 戴在箱子上 哈囉 超可愛的 這個 好可愛喔 OK 第2個要開的呢這個 這裡寫是一個 哈士奇狗狗耶 哈士奇 哈士奇狗狗也是我很愛的一種狗狗 這個好像比較大一點點 1 2 3 為什麼這個變成了貓咪 為什麼這個變成了貓咪 這個變成了貓咪 為什麼是貓咪 變成一隻灰色的貓咪 但它那個紋理做的真的很好 結果它不是說它是光滑的桃子 它真的有把貓咪的那種 毛毛有做出來的感覺 然後裡面這邊呢就有個 LASH的一個小LOGO 在這個帶起來看一下 其實我覺得還蠻鬆的 我帶51 52號 將將 這個也好可愛喔 真的上手好可愛喔 太可愛了太可愛了這個 OK 那我們第三個要拆的呢 是1 2 3 哇 這個是我買的一個 貓咪耳朵 好 這個為什麼要 包包封起來 這樣子的一個貓咪耳朵 上面還是粉粉的 這個好可愛 帶給大家看一下 哇 這個我發現 跟剛剛那個一樣好可愛喔 其實霧桃還是一個蠻喜歡 貓咪的人 特別是白色的貓咪 真的是完全沒有感覺 Next 1 2 3 這個是 什麼貓咪 喔 是 埃及貓 大家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很安靜的埃及貓 很帥氣的藤在裡面 哇 好像有點翻白眼 哈哈哈哈 但這個是我覺得裡面最帥氣的一個 是不是藍貓有點像我家的那隻 這個還蠻好看的 這個藍貓 那個光澤感做到很好 就是有一點像 螢螢的反光的那種感 有沒有突然覺得是很貴婦的感覺 Next 接下去這一隻呢 就是舞台的朋友 托舞台買的 將將 大家猜一下是什麼 登登登登登 他彩彩啊 小彩犬 喔 這個是我買的大一點號碼 所以這個會比較鬆一點 這是一個很可愛的彩犬 哇 這個 因為這個想買小的已經沒有了 只有這個大嘛 所以就買了這個 他這個做得很好耶 這個彩犬 好好好可愛喔 是這樣子的狗狗頭 然後最後一個呢 還買了一個 胸針 其實舞台從來不帶胸 但是他們的這個胸針呢 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樣 這個是我會想買的一個胸針 因為他的功能性跟他的玩法有很多 將將 他就是一個狗狗頭 也是一個狗狗頭 也是一個柴犬的頭 也是一個柴犬的頭 這樣子一顆 但是他的好處是 他可以別在襯衫上 就是領子襯衫上面這樣子別一顆 或者是在帽子邊緣別一顆 這無論是男生女生 我覺得 男生別這個應該有點 小gag的感覺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好多喔 天啊 全部動物都在這手上啊 哈囉 歡迎收看我蛋滴滴 好誇張 有沒有很貴婦的感覺 好 那麼呢 這個就是今天UTA的這個法國的小眾視頻的分享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還不錯的designer 還不錯的設計 然後真的還蠻小眾的 小到我自己開始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他東西真的上手還蠻好看 OK 那麼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一點點喜歡UTA的TV的話 請不要忘記給UTA一個LINE 然後拜託拜託要訂閱UTATV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吧 掰掰 我們下期的影片再見